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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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为了这次四周年 我们在优酷星球提前发起了我和TFBOYS有个约会粉丝问题征集活动 现在你们要画四周年蛋糕 并接受我们的随机提问考验哦 大家准备好了吗 那我们开始吧 READY GO 如果给你们一个假期的话 最想去哪里呢 王振凯 去各种地方 环游世界 现场模仿自己最喜欢的动漫人物或台词 前行 就名人吧 名人 然后他的排词 我是会成为火影的 这是孩子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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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海贞王 最喜欢粉丝给你们的黄俊凯 黄俊凯 黄俊凯 千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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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最喜欢粉丝给齐的霓窗 最喜欢什么 最喜欢粉丝给齐的霓窗 霓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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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行 粉丝叫都行 那就管你叫都行 可以可以 有没有最想做 却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呢 王振凯 开车 千禧 蹦极吧 三个人的厨艺大概是什么水平呢 大家出国那种 千禧 嗯 就是方便 想自己要放弃的时候 用什么来激励自己呢 如果不做艺人的话 会去做什么工作呢 自己这半年来的总结是什么呢 千禧 半年来 稳定 问题问完了 来看看你们的画吧 我这个就是很普通的一个四层蛋糕 然后三个男孩 嗯 少年们都是很有想法的嘛 现在我们要挑选一个画的最受象的人 来回答我们一个问题哦 有摄像大哥 你来选吧 装自己是粉丝 抽中演唱会门票的恶作剧 主意是谁出的呢 嗯 公司出的 公司出的 出的 啊 那 嗯 那你们觉得三个人里谁最调皮呢 其实在不久前 官方微博发布了 关于私生问题的视频 请问之后私生的状况有好转吗 有一点点好转 对 就特别是刚刚刚刚发的那两天好转 比较大 那里面提到的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 后来都是怎么解决的呢 好啦 辛苦的事情总会过去的 所以请问四周年演唱会之后 大家有什么新的计划吗 千禧呢 嗯 四周年之后 就还是工作工作接着工作 好的 那今天的采访结束了 最后跟我们节目的观众说相再见吧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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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想你们的祝福吗 我们是最音乐 优酷最音乐 亲 再见 再见 没有太大的变化 有没有练习别的五种 别的五种 最近没有联系 Lucky 就没有还没有 哈喽大家好我们是 Tia Voice 哈喽大家好我们是 这世界很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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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你感到没有